好來 上公告你請教一下 民眾黨現在在上個禮拜 就是T台所謂的已經剩下9% 你看一下接下來黃國昌來說 新聞都不要再看了 通通看我YT 這對於他們來說 民調會有所助長嗎 因為人家說接下來恐怕是5%保衛戰 沒有啊 你看他YT 就看黃國昌就看他流量啊 那有些天是全部關掉 剪掉 那看他的YT 他會不會請黃珊珊去一起直播呢 他可以挑來賓啊 對啊 我就說那他挑來挑去挑誰咧 黃珊珊又不挑 人家黃珊珊在辯護 精華成法律見解的時候 你要不要找他去 對嘛 我就說 那就是這個事情聽聽就好 我相信也不會有人傻到去 聽那個有線電視啦 我相信也不會有人傻到去 現在就是跟小草喊話嘛 叫他聽他的 創造他的流量 之前你不要忘記喔 他說過喔 他重要的下一步是要整對 越整越大 所以叫全部都聽他的 看他的YT 他有說 他想事情啊 想要往前走一步的時候 他會往後想三步 五步 是五步 五步 人家沒有那麼短淺好不好 人家是想到五步 結果走了一步半 走不到第五步 對啊 常幹都是 而且他絕對沒想到 時代力量現在有五% 對 時代力量把他跳起來耶 對啊 所以我覺得他現在 你說他在做什麼 你真的他是為了黨 還是為了自己的聲量 我偏向於他是在為自己啦 因為他志強的聲量 好像也不是很好嘛 對啦 所以總要... 用假黨知名救自己聲量 順便賺斗內 會不會是他的目的 想要問一下律師喔 當然啦 我們也從這個 鏡周刊的這個回憶來看出來 這件事情不是什麼減簾丟的啦 可能是相關他們自己爆料的 但是爆料這些東西呢 當然這些新聞也都會變成減簾 他們都會看新聞啊 他們看這些說都會發現說 內部爆料都指出說 柯文哲對於這些錢 是有絕對支配權的 這個媒體啊 柯文哲說要就是要 別人說不要他還是要 所以調查說這些錢 完全在他掌控裡 對於檢調來說 這是什麼訊息 這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就是說其實大家這幾... 這幾個禮拜一直在拼湊的 或者說大家一直在探討 就是金流的問題嘛 那老實講你成立一個政黨 要什麼 第一個要錢 第二個要人 人看起來是有嘛 那有沒有錢 那就是重點 就是誰可以管錢嘛 誰可以支配這些錢 重點就是這個錢流向哪裡 那流向的地方合不合法 如果合法當然沒有問題 那如果這錢流向了非法的地方 那當然這個就是檢調要查嘛 所以剛剛才說 柯文哲之前罵說 這個黨政軍要退出媒體 結果轉了一個聲 華麗轉聲 又要丟一百萬給新媒體 大家去看喔 黨政軍退出媒體 跟現在民眾黨他們在做的事 是完全違背的 為什麼 請問民眾之聲是不是媒體 他是新媒體嘛 請問黃國昌的YT 黃國昌委員的YT 是不是媒體 也是媒體啊 大家不要忘了 曾經有一個新聞是這樣講 就是民眾之聲 他們的斗內 是要進去木可公司 成為他們的獎金之一 自己說的喔 所以說你不僅是控制媒體 你說要退出媒體 結果你自己控制媒體 而且你控制媒體 有斗內 你還自己拿來 發給自己員工 你這不僅是控制媒體 你滲透媒體 你完全把媒體 作為你個人的一個 謀利的工具嘛 所以我才會說 你這個黨政軍退出媒體 前面講黨政軍退出媒體 但華麗轉身 你又透過媒體去賺錢 那這個看在老百姓眼裡 就會覺得很奇怪 你之前在說 這個國民黨怎麼樣控制什麼 這個媒體啊 說三中啊 退出啊 退出媒體 中廣 中隱 中視 你前面這樣罵 結果後面 你透過媒體賺錢 大家要知道 其實黨政軍退出媒體 他有幾個意義啊 有法律上意義 比如說衛星廣電法 或廣播電視法 還有規定 黨政軍不能持股媒體 這沒有錯 所以你看 比如說大家會覺得 民視三立比較綠 可是民進黨有沒有持股 沒有啊 國民黨現在有沒有持股三中 也沒有 因為你如果被持股 被NCC抓到 馬上就罰錢了啦 但是民眾黨有沒有控制 民眾之聲等等性媒體 很明顯有嘛 我剛剛就講嘛 有這個動內嘛 所以我才會說 不要前面講這樣 後面做的事不一樣 這會讓老百姓 覺得看破手腳